我现在来到了亚洲最大的广场 这就是星海广场 星海广场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 大连这边属于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 这个星海广场我们一直走到那边的话 就是可以看见海边了 现在这个地方都已经非常的凉快了 因为离海边比较近嘛 而且它这个星海广场 这个周边这个绿化搞得也非常好 看到了吧 往下面走不远就是大连现代博物馆 如果说大家想逛这个星海广场的话 顺便去博物馆去看一下 同时这个星海广场啊 也是大连这边最出名的一个地方 很多外地来的 一定要到这边看一下 这个星海广场啊 是在大连的市区啊 没看到这个楼明显的多了吗 而且还是比较高的 这边就是星海广场的喷泉 但是不知道具体什么时间开呀 这个喷泉的面积好大呀 正好是一个圆形的 现在我们已经从那个星海广场走过来了 这边是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这边也是很有意思的 再往下面就是游乐场 它这边呢 这个两侧是有坡度的 我们现在往上走一下 请勿越线 只能走到这个线这个位置 哇 不行我这鞋太滑了 我们只能上到这个位置了 这个上面太滑了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海边了 看看上面这些海鸥 是可以投喂食物的 前面就是大海 看看这个台阶上这些海鸥啊 这么多呀 今天的人也不少啊 这边就是游乐场 看看这个球这玩意挺有意思 这里面游玩项目还是很多的呀 这些玩的我是不敢做呀 我这个恐高 这边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呀 离这个新海广场不远 就是盛亚 盛亚海底世界 还有森林公园 还有大连老虎滩 都是非常近的 如果说大家来 新海广场 可以顺便去盛亚去看看 但是那几个都是要票的 看看这么多海鸥啊 这个海鸥是吃鱼的 所以说他就生活在这个海的边上 今天不是周末啊 明天是 今天是周五 这边也是喷泉 这边喷泉应该是晚上才能开 现在我们就回去了 不转了 今天外面的天太热了 现在也要ikes 真的 现在来吃您的 还要 believed 让我去银